据环球时报原引美国媒体报道 6月29日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 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开展双航母战斗群作战演练 与里根号航母战斗群一起在菲律宾海海域进行联合训练 报道称 这两艘航母于6月28日在菲律宾海会试 据了解 尼米兹号航母在6月21日 也开展了类似的双航母演练 当时该航母与罗斯福号航母一起进行了防空 海上监视 海上补给 防御性空中战斗 远程打击等科目演练 这两次双航母编队打击的双航母编队的演练 它涉及的航母可不是两艘啊 是三艘啊 一周之前 它是跟前不久一只趴窝趴的这个关岛阿波拉军港的 这个罗斯福号组成了双航母编队 而一周之后 就是6月29号最近这两天 这一次 它是跟住在日本的罗纳德里根号 跟从美国本土增援而来的尼米兹号 在这组织的双航母打击的演练 老实讲 这样一个动作放在这 它针对谁 我第一句第一反应 看到一个新闻 你吓死谁呢 和尔头是自明摆着 我不用再多说了吧 但是我觉得就这个事情 我提几个问题 大家去思考思考 或者说你品一下 你细品一下 一个问题 为什么之前一艘航母组成一个航母打击群 就经常会在一些敏感的海域转 而最近 特别是今年疫情爆发以来 现在号称有点复工复产之后 为什么要摆出两个航母打击群 双航母编队 才敢在一些敏感的海域展开这种作战演练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不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之前美国海军的航母编队 经常你单航母编队就进入 比如像南海这种相对敏感的海域 一个航母编队就敢过来 搞这种作战演练 而现在连续一周之内 两个双航母打击群 两次组织双航母编队打击群的演练 都要放在临近南海 与南海一国之隔 就隔了个菲律宾的菲律宾海 放在这儿来演细 而已经不敢放到南海去演细 那你告诉我又是为什么 所以我提了几个问题 你评 你仔细评 你觉得现在他搞这个演练 第一 吓唬谁 那这个问题不用回答 第二 你吓唬人 你还觉得你吓唬得住吗 我觉得这些问题 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据中国海事部门公告 7月1日至7月5日 解放军将连续5天 在西沙群岛一带海域举行军演 此外 日本媒体5月曾报道 解放军计划8月 在南海举行大规模的登陆演习 规模前所未有 而且演习目标就设定在东沙群岛 由于时机巧合 台湾有舆论认为 此次西沙军演 有可能是为解放军 8月模拟夺取东沙岛的大军演 先行暖身 老实讲 我们在这个西沙群岛 这个海域组织演练呢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常 比较常态化的一个现象 我之前跟我们海军的编队出去 我们也经常参与在这个 西沙群岛附近的组织演练 之所以经常选择在这个方向 组织演练 我们肯定我们会考虑嘛 一个西沙群岛完全在我单方掌控之中 再一个西沙群岛这个位置 大家知道在南海比较适中 它虽然处在南海的北部 但是大家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了 看下海图你就知道 向北三百多公里 这个三四百公里 这就是我们的海南岛 那么向南七八百公里 这个就是我们的南沙群岛 应该说它正好处于这么一个腰部 大家也知道这个人是不能没有腰的 腰杆的要硬啊 这是顶梁柱的位置 可以讲处于这么一个 城上起下这么一个位置 另外西沙群岛我们控制了很多岛 你可以组织 我们也都有相应的守备兵力 可以组织非常多的各种科目的演练 直空作战呢 治海作战呢 守岛的 躲岛的 登岛的 都可以演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西沙群岛 组织例行的演练 太正常不过了 我们原因都已经讲清楚了 至于说这个演练针对的谁 我们没说针对谁 你要说针对谁的话 那一切皆有可能 像台湾媒体天天琢磨 我们要躲你东上 理论上包不包括 包括肯定包括啊 但是你要注意啊 你只是其中之一啊 你以为光阔东上的问题 那还有太空脑的问题呢 所以我觉得 他这种对号入座呀 这个很大程度上 真的是一个坐地心虚的表现 原因何在 一个从大的方面来讲 你不宗高一物俱统啊 你不总是想靠你那边 有限的武力去 对抗祖国大陆 未来我们不可逆转的 统一的趋势吗 这是一个 往小株说 你不总在这搞小事情吗 搞小动作吗 天天在那跟美国 今天放个风啊 美国这个 特战队跟我搞联合演练了 明天放个风 美国医院船 可能要过来 靠过来了 再过来 这前不久吗 那美国的军用飞机 还在你那转一圈吗 你总在这搞小动作 你总搞咸阳自重 是不是觉得 自己有些事做多了 你脖子后面冒点凉气 是不是也很正常 呢 就是 医师 烈 石 他们 他 停 硬